全红蝉自从夺得奥运冠军后,不仅他的家乡麦河村出名了,连整个湛江的全市宗族也跟着沾光。 为了庆祝全红蝉夺冠,全市宗族特意重修了左坟,并在今日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祭祀活动。 在祭祖当天,不仅锣鼓宣天热闹非凡,而且全市族人尽万人,占满山头,集体型跪拜礼,场面相当震撼。 全红蝉是中国跳水队的新星,他去年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才14岁,非常稚嫩。 但站在十米跳台上的红姐,却是霸气十足,充满自信。 最终他不仅收获三个满分,而且总分还打破了记录。 成为我国奥运历史第二年轻的冠军,仅次于福明侠。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,第一次站在奥运舞台。 全红蝉就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水花消失术。 他也迅速走红,成为国内外的体育巨星。 全红蝉火了后,他老家麦河村也彻底沸腾了。 夺冠当天,村民们放烟花礼泡。 另外还拉横斧,舞师表演,以此来庆祝。 之后,全市宗族的组长们,还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。 那就是重修宗族祖坟。 从网友们晒出的图片和视频可以看到。 在历经半年多的修建后, 湛江全市宗族后庙岭的祖坟终于是修建完毕。 房谷青砖构建,七十灰红。 在宗族祖坟完工后, 全红蝉的族人们也进行了祭祖。 从画面中来看, 全市子孙站满了山头。 据悉当天祭祖的人数大约有一万人。 现场锣鼓喧天, 武师表演, 场面相当壮观。 全市族人按照现场肆意告知的流程, 集体下跪进行祭祖。 很可惜的是, 全红蝉未能参加这次祭祖。 因为他一直在国家队训练, 备战下半年的比赛。 事实上, 去年全红蝉在收获一枚奥运金牌, 以及两枚全运会金牌后, 全市宗族就举办过一次宗族 祖赢望龙一事。 当时, 全市宗族还为全红蝉颁发了奖牌与奖金, 并由他的父亲全文帽带领。 同时还为全红蝉挂了横幅。 全红蝉农经羁押群雄, 长安挫服对手。 中华之骄傲, 无族之荣光。 不得不说, 广东一代真的非常重视祭祖, 祠堂文化更是深入民心。 全红蝉为全市宗族争光, 成为全族的骄傲。 而全市宗族也通过修弃祖坟的方式。 期待整个宗族未来更加兴旺发达, 激励其他全市子弟向全红蝉看齐。